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由Nits Radio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企划 杨铭、陈伟直播的观点会客室 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 本事与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其所愿 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又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Nits Radio和台大社科院的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所共同制播的 今天我们要来回应一个其实是台湾已经是老问题了 它的时间可能已经有大概有这个议题出现可能已经有18、20年都有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其实是蛮让人觉得心酸的一个数据 最近三月才公布 那是根据劳动部它最新的三月份针对国内将近五年的这百万大学专科以上的毕业生所做的薪资大普查 那这个里面呢发觉就是这个社会新鲜人 也就是说大概工作了有一到五年之间 他们呢其实有可以说是类似高学历 但是低薪资的这一种心酸世代 这个心酸呢 劳动部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分析 他说其实有半数这个超过百万专科以上的毕业生呢 社会新鲜人呢 他们有半数的年轻人 他们的月薪其实不到35k 那其中呢两成换算过来就是20万人啦 只能用大概22k的基本工资在勉强度日 所以观点会客是我们接下来将有系列的报道 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一下 我们不论是从学界产业界政府 到底是怎么样来因应这一个挑战的 特别是228那时候台湾呢 我们在对我们的历史在拖漆 那同时也有好多人在卖场里面抢卫生纸 可是可怕的是当时我们隔壁的国家 大陆发表了一个这个中央的政策 叫做三十一项会台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抢人才 我们在抢卫生纸 这个一对比之下 还真的是有点令人担心这个大国的磁吸作用 我说的磁吸是磁铁吸引 磁吸作用会不会此消彼长之间掏空了台湾 当然我们在谈这么多严肃 而且甚至是影响深远的事情之前 我们必须先厘清问题的癥结出在哪里 金融朋友这时候可能心里面第一句话就会冒出来 有什么好说的 大概就是政治人物他们恶斗 然后换了屁股换了脑袋 要负责不是吗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之一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透过一段时间的大数据 所研究出来的结果 而且这个结果呢 事实上在国际上面 已经有许多先行的案例 对比着台湾 台湾再不动 恐怕会有很根本性的危机和风险 我为各位介绍 今天第一位受访的来宾 他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 赵家伟 赵博士 家伟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家伟你对于就是 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话题 其实你自己也是年轻人 所以其实我们身处在当中 难免特别有感 不过您会从哪些角度来切入 看到这一种就是台湾的产业转型 可能没那么成功 导致我们起薪低其实没关系 可是我们的薪资动涨的情况 却是亚洲各国里面特别严重的 您会从哪个角度来分析这个症结点 我想的话要谈这个症结点关系还是在于说 我们整体的产业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不足 或者是他们创新尺滞所导致 然后还有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会想说 那如果我们谈到产业创新的话 那到底最新的利基 最新的那个创新的方向在哪里 因为事实上 以我看到欧盟为例 他们就很谈到是生态创新 就谈的事情是 我们讲的产业创新 它不只是说 我产业在推发发展出一个新的产品 他们在谈说 我产业这个新的产品 我这新的技术 是对环境友善的 所以它同时可以有创造新的商机 同时也可以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等于是它同时可以有兼顾两个 然后更好的原因 就是说一方面是说 那我们这个产品 我们就可以 一个产品它可以卖更多钱 另外一方面 这个产品 它说生产过之后 它产生这些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质 所以造成我们可能是因为 气喘啊 身体健康不舒服 然后我们要去看医生 说我们额外付出来的外部成本 医疗成本这些部分 我们可以另外一方面削减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这样的双重效益的部分 我认为是我们台湾在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应该可以思考的一个出路 好问题耶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台湾对比着欧盟 他们现在所拟定的许多创新方向 和创新指标 我们的现况是什么 因为创新这是台湾喊很久的口号啊 对因为我们要谈所谓的创新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那很重要的一块就是 我们谈生态创新 就是等于说是要尽可能的低碳化 然后或者说我们产业要追求 所谓的循环经济嘛 你用的那些减物料的部分 不再只是从那个山里面采矿啊 或是从那个地下里面挖矿出来 而是可以利用那个我们原本既有的 这些料源回收在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在各国里面就提出来很多这些 相关性的制度的政策 但过往我们却发现到说 那我们台湾过去这20年来 这20年来我们产业的一些 我们的主要主力 这些所谓主力我们台湾的主要产业 他们整个发展方向里面 不只是说因为他们创新迟滞 导致了我们在那个薪资上面 无法有效的推升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因为他们会思考出 当然在环境面向 他们应该要有的积极作为 他们同步所产生的状况是 他们很多的污染物的排放量 还是很大规模的在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变成是我们当下 真的都要去好好面对的问题 其实以家伟 我知道您长时间 其实在做就是国际的先行者 然后跟台湾目前 如果我们做得好 我们其实是有后发优势的 那但是许多的国际的 这种先行先驱或案例 其实放在台湾 需要有就是本土化的观点来切入 因为各国的风土民情 自然条件都大有不同 我想要请教家伟最后一个问题 是说那么以您来看的话 很具体而言 您觉得台湾现在谈创新 这个先行者给台湾的借进 而也是和我们所走的一个路线 您觉得可能有哪些大的方向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几个方向就是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要谈所谓的新的技术研发的时候 所谓新的技术研发 像现在大家很多在谈什么 AI人工科技 然后各个产业 台湾各个产业都在谈这个事情 包括我看到说 连最近台塑的总裁 王文渊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在谈这个 都在谈说我们台塑也要做AI 但是我们就要思考说 但这个所谓新的技术 它的发展不是单单的技术 然后单单对产业的生产力 有什么影响 它是应该要在更大的一个 社会贡献院时下 去思考这个技术的存在 因为按照一个 其实在今天年初的时候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 他们去引诱一个跨国的民营调查 然后就发现到说 其实北欧这些国家 他们的劳工对于 对产业导入AI 在这些新的技术来讲 他们是比较正面的看法 原因是相较于说 好特别 相较于美国来讲 因为他们分析之后 他们就指出来就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比较拥抱这个新的技术呢 是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因为北欧他们有 比较好的劳工制度的保护 所以他们的劳动政策 比较健全 所以他们劳工可以获得 很多保障 所以劳工不用怕 担心这个新的技术进来之后 他们工作的职却被取代 然后导致他们在生活上面 会显得困顿 而是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而这个新的科技 反而是可以怎么样 他应用这个新的科技可以让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更具有 而在一个产业里面更具有生产力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让我们想要说 那我们在谈这个新的科技的时候 它是有个大的一个社会法规的支持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再思考说 因为像这个新这个人工智慧啊 物联网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数位化的 数位化的方式 使它改变了这些产业的生产心态 但是这些的话 按照国际能源方面的研究 也指出来说 这个部分其实也提供了 我们在谈所谓的节能啊 谈说那很多分散式的再生能源 如何更有效的整合 也可以带来这样这方面的利基 所以等于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来讲 它有社会上面所需要的政策配套 另外一方面它的用途上面 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其他 在台湾这边的政策目标 同时再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可以让这个科技的发 这个新的科技的发展来讲话 能够有更多民众的支持 以及它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益 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在思考 未来的那个所谓的创新的路的时候 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 应该要谨记在新的一个想法 是 非常感谢台大风险中心的 博社后研究员家伟 赵家伟赵博士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家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我们可能都知道了 Paris Agreement是当代可以算是 全世界各国最有共识的一个世界的公约 所以我们甚至说Paris Agreement 它是世纪公约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因应气候变迁的减碳行动 这件事情呢 在台湾还有在世界各国 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价值的选择 到底三条路里面要走哪一条路 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存续 或者说你的孩子 孙子 接下来要拥有什么样的生存条件 这样子一个存续层次的挑战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惠客室里面 我们要来看一下台湾 我们在过去根据大数据的分析里面 台湾排碳最多的产业 会是哪一个产业别 而又分别是哪些公司 可是这些公司呢 他们又针对于自己的这一个排碳 定出了什么样一个可以回应 或者说回馈整体社会的大计划 我为各位介绍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 它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林怡君 怡君你好 怡君我们知道 其实您长期的时候 是有在看这个气候变迁 对于就是能源 还有消费指数的变化 您对这个趋势 还有指数都有所追踪 所以您会跟我们怎么样分享 台湾其实哪些产业排碳量非常的高 我们这边有整理了 2013年到2016年 这四年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趋势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主要的排放的产业 还是来自于石化产业 那这十家里面 大概就五家就是石化产业 那剩下的两家就是钢铁业 那另外两家就是水泥业 那电子业只有其中占其中一家 那石化产业他们就整体排放的这些排放量 大概就已经占了工业部门的一半 那是我们整个全国的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实是很可观的 真的很可观 他们仅仅石化产业就占了全部工业部门 也就是所有工业部门的 不只是石化产业单门的 就占了一半了 那这前十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公司 大概有哪几家 我知道因为是一个比较跨四年的一个数据 所以哪些都曾经上榜过 其实这个应该他们这四年来 应该就都是这些公司 应该是没有在台湾应该是没什么变动 那石化产业的那几家公司 就是台素石化 那台湾化学纤维 然后台湾塑胶 南亚塑胶 那再来就是台湾中油 大概就这五家 是是 那钢铁的话那就是中钢跟中龙钢铁 然后在水泥液的话就是台泥跟亚泥 定子液的话就是台积电 是 这些其实都是 就是十大的 对就是我们 整个产业里面就是排放量最大的十家公司 没错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其实也是许多社会新鲜人 他们选职的时候的首选 因为这几家公司其实都行之有年了 那整体的可能待遇跟福利上面 也让年轻人觉得好像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期许比较有符合 不过我看到了几个你们所报告里面所提出来很惊人的一个数据 这个麦肯锡他的全球研究院在资源革命的这一份报告 在资源革命这份报告里面指出来说其实全球在2000年后 一围过去百年的趋百年的这一种发展趋势开始这个物价都不断的在上升 可不可以为我们谈一下这里面的原因他到底在谈什么 刚才主持人有特别问到说 那我们在麦肯锡这份报告里面所揭示到的一个新的趋势 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谈说那全球来讲的话 照理说因为产业的生产力然后大家经济水准越好 所以我们这个相对来讲原本的物价 相对于我们的所得水准来讲这几年原本是下降的 但是在2000年之后会发现到说 因为我们的确面临到说很多的资源开采过程中 它一方面资源的稀缺性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资源开采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 导致他们在开采成本上面的增加 所以我们去分析说那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10年来讲的话 我们整体他们没有我们使用的物价 我们整体的原物料的价格其实它是反而是增加的 而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增加的话 其实我们从最近的这一次那个卫生纸这个事情好像也有看到一些状况 因为卫生纸但这一块但是比较多可能是厂商上面的炒作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根本的原因就是国际上面的纸浆 纸浆的确是有上涨的 而国际上面纸浆的上涨纸浆的上涨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说 那一方面是我们原本的那个废纸的那个回收体系 因为在中国的那个中国他们就觉得他们接受废纸的状况之下的话 然后但是问题是各国他们现在又很在意又很想要保护森林 所以便是在这个供需失衡的状况之下的话 整个纸浆就开始上涨 所以便是说那我们像国际上面我们在谈的说 这个物价的高低的时候原物料的上涨 其实它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好好去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去使用这些资源的 我们的资源生产方式是什么 因为我们像这个以这个纸浆这个案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是各国在面对这个废纸的时候 我们是每个国家其实本身都有比较完整的一个废纸的回收体系 而不是想说那这个废纸的部分反正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国际上面的一个垃圾场 然后都可以都可以靠中国来帮忙处理的状况之下 到现在就先让中国为他们自己本身在那个环境上面的意识比较重视 然后希望能够说他们不要再去成为国际上面的垃圾处理厂的时候 那这样导致了整个那个纸浆的循环链上面的不稳定 然后寄生那个纸浆的供给 因此如果我们是在各国如果能够有 本来就在针对这个纸浆的回收料源的管理上面 有个比较妥善的管理政策的话 就可以去抑制这样的这个国际纸浆的涨户战 那也就会不会导致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 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卫生纸的卫生纸涨价 卫生纸抢购的一个恐慌草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事件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紧急地说 关键不在于说不只是说哪一个厂商好像先放话 而是说它背后的因素背后因素是让我们很直接去体现到说 我们没有好好去管理这个资源 我们不好好去建立说这些这个资源 它后面的整个回收链用循环经济的角度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使用的话 我们就会承受到所谓的物价上涨这样的后果 我看到就是麦肯锡他全球研究院的这一份报告书 他之所以命名为资源革命 他所使用的那个动词是革命 我突然刚刚听家伟的分享我有意识到 其实旧有的经济模式听起来在现在所谓气候变迁的时代 好像不太可行 资源革命里面在谈的 除了因为麦肯锡长期是研究就是整体的经济发展 但事实上他其实所谓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已经不是研究室 只是因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跟经济 我可以这样子解读这一份报告书吗 那我觉得主持人解读是没有错的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麦肯锡这份报告书出来之后 其实机身就是让全球开始在谈所谓的循环经济 这个论点上面的趋势 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好像在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也在想循环经济 但是他们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想到说 我们谈到循环经济这个事情的话 他真的具体的效应不是说 你在把一个新的石化园区 让他们弄成所谓的有什么热能回收 水资源回收 他们现在只想到这个事情 而是我们在谈的整个循环经济 他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麦肯锡在资源革命所指出来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利用资源 我们有哪些策略可以去因应所谓 我们资源如果不妥善应用 所以产生到整个物价飙升 然后产生出来的社会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说 都应该要从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 我说这一次的卫生纸这个事情里面 他们其实都要想得更远一点 想一下这些卫生纸 不是只有公平会出来去罚个 去罚个某家厂商而已 而是还要去再想象 还要去问一下说 经济不是说 那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所谓的 循环经济的策略来讲 有什么样的关联系 在这边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 的启示 我觉得都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去因应所谓资源革命 所有他提出来的一个 我们接下来在二三十年里面 都要面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是 而我又针对就是加伟现在所讲的 我又看到其实中兴近期的 这一份报告书里面 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数据 首先呢 资源革命麦肯锡所公布的 这一份报告书里面谈到 就是全球的资源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谨慎 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来 来治理来管理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台湾呢 就是我们的工业部门的 这个有一半的排碳量 都是这个石化业所贡献的 但是呢 我刚刚之所以请宜君 谈到这十家公司 我们也看到我们退休金的流向 我们大部分都是投资在 这些生产业别 中兴有提出了一份 这样子的研究的 这样的报告 可不可以谈一下 中兴最近有在看2015年 就是我们的新制劳工退休金 跟公务人员退辅基金的 运用情况 那他当然没有全部公布 他们到底投资在哪些产业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有公布他们的持股 跟债券比例在2015年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去盘点 这个他们运用的情况 那发现到他们投资的当中 还是有不少投资在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 高排碳的公司 像是台积电 台素石化 台湾塑胶 南亚塑胶 中钢这些公司里面 那在总体来估计 保守估计的话 可能我们2005年全国的 我们的劳工的退休基金 跟公务人员的退休基金 大概就有800亿元 在这些公司上 算是也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它占整体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800亿元占整体的比 还是说根据目前 政府的公开资讯 我们还看不到 目前的话 还无法看到 到底我们整体的 无法确定到底整体的 我们全国的公务人员 跟新制劳工退休基金 总共是多少 但是我现在知道 至少我们有大概 8000多亿是在 至少全部有8000多亿 不是800亿 我刚刚 没有是800亿投资在 在十大这公司里面 然后我们的整个里面 至少有8000亿以上 对 就是我们的工务人员 整体的 工务人员的退休基金 跟我们的劳工的退休基金 整体来说至少有8000亿以上 那当中有800亿 是在这十大的 刚刚说的就是高排碳的公司里面 是 那我再帮宜君补充一下好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分析 其实最主要的逻辑是来自于说 因为我们在谈退休基金里面 退休基金的话 其实很重要一块 他们最担心的是哪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是物价上涨 然后辞掉说 那原本我们保证退休基金里面 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生活上面福利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退休基金的那个获益 获益 他拿去再投资的时候 他获益不佳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说 那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我们的退休基金 还是高比例投资在 是所谓的高排碳的产业的时候 他会同时会陷入一个 所谓恶性循环 为什么呢 一般方面是 因为你排放更多的 空气污染 更多的污染物质 然后它是会恶化 我们在全球里面 谈到所谓的资源经济上面的 影响 然后会推升全球的物价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些高排碳的产业 高排碳的产业 我们又会 又想努力去管制它 就说全球要减碳 巴黎协议协定之后 要求全球减碳 所以这些产业 他们势比他们外的 获益率会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边 分析出来就说 那我们目前的整个投资 我们目前的整个 老退基金 或公务人员基金里面 我们可以就看到说 我们像以公务人员的 退附基金的话 它在股票的投资里面 有15%是都是丢在 所谓的高排碳的产业 然后在我们的 老退基金的话 我们有大概也是 甚至有在 有17%上面 也是投在 所谓的高碳排的公司 所以这些部分都会是 都会导致我们 陷入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一块的话 是必须要去 重新思考跟检验的 这也是说 我们去重新去 我们做这个分析的 最主要的目的 但我看到这个分析里面 其实也针对这些公司 他们所提出来的 就是一个自主的 减碳的机制 有做了调查 这个可不可以谈一谈呢 因为这10家公司 基本上都算是 高排碳产业嘛 那所以当然我们有 关于能源大用户的 一些调查 以及能源大用户的 一些相关的管制 政府有在管制 那他们有在做一些 自主的就是 削减排碳的一些目标 但是我们有去 记录他们 2013年到2016年的 年均削减率 跟巴黎协定当中的 这些产业当中 应该要去达到的目标 去做比 对 那发现到 大概有一半的 还是无法达到 他们现在做的 这些年均的削减 还是无法达到 巴黎协定的目标 大概还是有一半的产业 像是石化业当中 还是有两三家 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钢铁业目前则是 完全无法达到 我们的巴黎协定的目标 OK 对 所以目前情况还是 这些公司都还是 有待继续努力这样 我有看到就是 你们在谈一个机制 那个机制叫做CDP 就是中文好像比较普遍 会称它是国际碳揭漏的计划 那你们也特别去普查了 这十大的碳牌企业 已经有人在做了 这个机制又是什么呢 国际碳揭漏计划算是 2000年初就已经开始 在推动的一个国际组织 他们希望可以揭露 就是那些对于 全球排碳很有影响力的公司们 他们到底怎么去管理他们 跟治理他们的这些排碳的削减 那希望可以透过投资人的力量 去扭转这些 这些高排碳的公司 就是可能说 如果他们在减碳上面的成效不足 那可能就移转这些投资的基金 这样子 所以这个计划就持续在推动 这些大型公司的 温水气体的排放 以及他们怎么治理这些追踪 那他们当然有调查 台湾的公司 就是每年都会固定发问卷 去做调查 去谈他们怎么去 像是公司高层 怎么看待他们这些减碳 有没有把他们 纳入商业策略里面 那他们的期后面表年的设定 是短期吗 还是中长期呢 那是否有去推动 他们内部去做碳定价 来刺激他们说 那我们现在要把碳 这个外部成本内部话 这样去做追踪 那我们中兴也有 最近也有在整理这份 他们去年才刚填写的 这个求变先问卷 2017年 其实很新 是 那这份问卷 台湾大概有50几家公司 回应了这份问卷 那我们就 那我们目前是先初步整理 十大 那十大他们整理 他们回应的情况 那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公司 都还是在把期后目标年设立在 就是短期 就是2020年以内 就是而没有中长期的思考 但是但是相较于全球的话 全球它已经有百分之68的企业 他们的期后目标年是设立在 2020 2030甚至2050年 OK 他们是一个比较长城 跟的眼光去做规划 那这是台湾的 其实也比较缺乏的部分 不过我看到了 就是说台积电 其实已经有内部的 探定价的这个实践了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 那目前有在自己做 内部探定价 就是台湾的电子业 那目前就是台积电 有在做这件事情 那内部探定价的话 我需要解释啊 那部探定价 对 探定价 这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公司内 大概基本上有实践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就是 就是一个叫影子的 影子的探定价 也就是说 公司高层在做决策跟投资 比如说我们要投资某个公司 或我们要投资某个技术研发的时候 那我们不光是看它的 那个背后的 卡肯物带的利益 或是它带来的效率会如何 还会去看说 那它会造成的碳牌 大概会有多高 那会去给它一个 比如说每吨 大概可能 每吨5美元 或每吨10美元 甚至20美元的去算 因为它们会考量说 也许到了2020或2030年之后 全球会制定一个碳的成本 那这时候你就要把碳的成本 一起考量在内 所以它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投资当然就不能 投资当然要有回收嘛 那所以当然就会想说 那我们现在去做这个 投资决策的时候 就要先把这个技术 或这个公司 它们的碳排碳成本有多高 也把它的成本 也把它考量进去 再决定它说 那它现在的成本效益如何 然后去做它的投资规划 那这是大部分公司 在采用的银子碳价格 那另外一个是 比较小部分的公司 它们是真的有把碳的 排放成本放在 它们的营运成本里面去计算 就是它们会去算说 就是它们的 整个营运这个公司 或它们的这些子公司 它们个别的营运成本是多少 那它们要把这些成本去考量在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碳的成本去做考量 说那我们现在要消减这些成本 所以我们要去投资 哪些低碳的技术 或是我们要去购买绿电 我们要提升绿电的那些占比 这样子 大概是这两个部分 就是在公司 所在采用内部碳定价的方式 那我们十大 十大的碳排企业 这两个是不是至少有一个 它们已经展开了 就是目前就是台积电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电子业 像是有达光电啊 目前还或是联电这些 大分数电子业 也有在采用内部碳价格 但是石化业目前 还有我们的钢铁业目前 还没有在采用这件事 是好 今天非常感谢台大风险中心的 两位研究员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家伟 谢谢怡君 谢谢你们 还有我们的钢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